老伴临终前留下一言 说把她的骨灰盒 埋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 孙子孙女们感叹 爷爷奶奶真是浪漫 只有我心里犯苦发老 因为老婆的初恋笑草 就是在校园紫藤花下 向她告白的 只可惜高考那年家里出世 被我这个爆发户截了糊 我爱她讨好她一辈子 她却厌我道不愿意合葬 如果人生能重来 我再也不想当她舔狗了 谁知一睁眼 我真的回到了高考前三个月 记忆中一向高傲冷淡的柳如烟 居然羞红着脸朝我伸手 你害我受伤 就要对我负责道敌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 才认清自己真的从八十岁老头 变回了十八岁身强力壮的大小伙 死去多年的爆发户老爸 穿着花衬衫带着大金链 跟我一起坐在饭桌前 儿子啊 戈壁刘老师出事了 你知道不 我回过神 下意识点头 十八岁这年 高考前的三个月 我岳父被班里的女学生缠上了 非要说遭受她骚扰 肚子还被搞大了 实际上 那女学生有个校外混混男友 怀孕被发现后 不敢和家里坦白 一时情急编造谎言 顺便想能讹诈我岳父一笔钱 可是这对身为人民教师的岳父而言 却是足以毁灭职业生涯和人生的重大污点 连带着这几天柳如烟在学校 也遭受了巨大的匪抑和压力 我爸见我点头 嗨了一声 臭小子知道个屁 我脖子顿时一僵 差点暴露了 还好我爸没在意 得瑟着说出下面的事情 这些话我可太熟悉了 无非就是他谈生一时 意外发现那女学生和混混男友在酒吧里鬼混 他当场就招呼兄弟们过去招待了两人 就我爸和他手下兄弟那副五大三粗的样子 谁敢信他们是正儿八经搞公司的 简直比混混更像混混 那男的一点骨气都没有 立马就交代了 从此 柳家算欠了我们家一个大人情 我爸摸了摸光头 眼珠一转 都邻里邻居的 就该互相帮忙 真要感谢 让你们家闺女如烟 给我家臭小子补补课呗 当时 我早就暗恋校花兼学霸的柳如烟很久了 知道后乐得一蹦三尺高 顺势对柳如烟死缠烂打 还处处破坏他跟校草的关系 柳如烟很讨厌我 可是碍于那次帮忙 没法拒绝 只是每次跟我相处 都冷着个脸 哪怕我们结婚了 也依旧没多大变化 以前 我不在乎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专一热情 迟早能把包裹着柳如烟 这朵高山雪帘的冰雪融化 可是我错了 现在 我累了 门铃响起 我知道是岳父带着柳如烟 上门来道谢了 我以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猛地看到十八岁的柳如烟 心跳顿时错了节拍 狂跳不止 天气渐渐热了 柳如烟穿着一件小方领的长连衣裙 扎着干净的高马尾 清唇中带着点冷袄 出自书香世家的他气质绝尘 哎 也怪不得他整天对我冷脸 骂我粗俗幼稚 可我一看到他就忘记生气了 不行 别忘了自己说过 重来一次 绝不重蹈覆辙当舔狗 后背猛地被拍了一下 我一口饭没下去 差点枪死 臭小子犯傻了 还不起来迎接一下 岳父推了推眼镜 忙说不用 哎 要不怎么说柳如烟和岳母 看不上我家呢 瞧瞧人家温文尔雅的气质 再看看我爸那熊样 出于礼貌 我还是起身接过了岳父手里的水果篮子 但是故意没理睬柳如烟 他似乎有些惊讶 看了我好几眼 坐下没闲聊几句 我爸就说出了上辈子那句话 让柳如烟给我补课 柳如烟的成绩非常好 但是上辈子 或许是因为我的死缠烂打 让他心烦 又或许是被迫跟初恋笑草分开 影响了心情 他高考略微发挥失常 没有考上Q大 这也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之一 所以 不等岳父点头答应 我先开口拒绝了 不需要三道诧异的视线 齐齐扫到我脸上 岳父推了一下眼镜 劝说道 苏豪的成绩 确实该补补了 现在社会不同了 前景豪的企业 也都往需要知识 和文化的高科技发展了 这我能不知道吗 我未来发展壮大的 智能机器产业 让苏氏 从爆发户小公司 一跃成为全国前十的大集团 也不知道咋回事 老苏家这个做生意的头脑 似乎是天生自带的 柳如烟还是集团的首席技术顾问呢 我爸可没岳父这个耐心 虎目一瞪 抬手就想删我 臭小子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我可不怕他 给我补课会耽误柳如烟自己的学习 你没有考虑过他乐不乐意吗 爸 你帮月 咱们帮刘老师是灵力勤奋 可不能邪恩图报啊 我爸搜的一转头 冲柳如烟挤出笑 那熟练的伏笛做小模样 简直跟我如出一辙 哎 看来我怕老婆讨好老婆 也离不开家族遗传啊 可惜你在笑也不管用 柳如烟巴不得拒绝呢 我愿意 苏叔叔 我成绩很好 下个月竞赛再拿到一等奖 就可以保送Q大了 看吧 我就说他不愿 什么 我整个人都傻了 他愿意给我补课 这怎么可能 我爸顿时乐开了花 岳父也满脸欣慰 好好好 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学生之间也要如此 柳如烟悠悠悠看着我 眼神有些奇怪 看着他们一团和气 我连忙插嘴打断 不不 真的不用 眼看我爸又要撸起袖子 未免脑袋遭殃 我赶紧解释 其实 我成绩也很好 以前都是故意叛逆考杂的 我扒拉了一下头顶褪色的黄毛 真的 接下来我就会展现真正的实力 我爸显然不会信 以为我又吹牛逼 然而我句句属实 上辈子在老婆的对比下 我也很懊悔自己只读了的大专 外人都说 我娶到柳如烟 真是癞蛤蟆吃上天鹅肉啊 甚至说 苏氏集团壮大 多亏柳如烟这个首席技术顾问 是我老婆 愿意给自家企业打工 但凡他被别人挖过去 哪里轮得到苏豪出头 所以上辈子 我也深知知识技术的重要性 一直有请家庭教师发奋学习 同时也是为了能和老婆 有交流的话题 否则 就算我买几万几十万的名牌包 和珠宝首饰 也只能换来他冷漠的一句 不需要不喜欢 也省得他总丢下一句 这些技术你又听不懂 转身忙去了 再说 孙子孙女的功课 还是我一手扶刀起来的呢 现在重回校园 我还真是一点不虚 爸 下个月不是有模拟考吗 等成绩出来 你们就知道我没撒谎了 我爸呵呵冷笑 离高考就剩三个月了 还有几次可以让你折腾 人家如烟都答应了 你别找抽啊你 柳如烟深深看了我一眼 嘴角擒着淡淡的笑 苏叔叔 苏豪可能是不好意思了吧 补课的事就定下了 我会找时间教他的 你们就别操心了 这一句话 就把我爸激动得直搓手 猛夸他 聪明又懂事 送走柳家父母俩后 我爸顿时沉下脸 警告我 你给我乖乖的 别搞事 不然等你妈旅游回来 看我俩不给你来个 混合双打 想到老妈 我一个机灵 根本不敢反抗 我表面答应下来 实际却准备 离柳如烟远远远的 反正只要熬到 模拟考成绩出来 他们就没话说了 哼 再说柳如烟这会儿 正跟他那个初恋笑草 感情火热 差一步就要告白了 到时候 他哪还有空离我 第二天 我请了上午的假 去染头发和买衣服 从五十多年后回来 连我自己 都有些受不了这身装扮 一头黄毛 衣服花里胡哨 却还以为自己多酷多帅呢 怪不得不招女生喜欢 等到下午 我走进班级 原本轰闹的教室 瞬间一片安静 这些陌生又熟悉的 青色面孔 整齐统一地 用木凳口袋的表情 看着我 苏豪不会请假 去整容了吧 我靠 他有那么帅吗 哇 他染黑头发了 还有这身衣服 是C家新出的款吧 要上万块呢 苏豪又不是第一天 穿C家的衣服 以前搭配的丑暴了 不像今天这么酷洒利落 对对对 要是他能一直保持 我可以 一路走到座位上 这些议论声不绝于耳 放在以前 我早就飘了 高低地对他们露出 油腻邪魅一笑 不过现在的我只觉得 大家单纯可爱 啊 他刚刚是不是轻笑了一下 怎么那么帅 肩膀上搭了几只胳膊 侧头一看 是之前玩的好的死挡 豪哥 你转性了 以前你不是说 最讨厌这种 文质彬彬的小白脸吗 我拿起书本 手臂肌肉线条 随之鼓起 我靠 老大被鬼附身了 他居然学习起来了 我狠狠给了身后一拐子 打断这些人的鬼吼鬼叫 敢耽误我考Q大 你们就死定了 几个人沉默了几秒 爆发出巨大的嘲笑 空气中充满了 看热闹的气氛 哎呦喂 别耽误我考Q大 我说老大 知道你喜欢柳如烟 但也不用为了追笑花 假装学习啊 这牺牲也太大了吧 我脸色一黑 冷冷瞪了说话的老三一眼 我不喜欢柳如烟 以后谁都别在我面前提他 老三几个看出我的认真 顿时面面相去 不只是他们 我说话的声音不小 四周也不少同学听见了 就在这时 门口出现了一道靓丽歉影 柳如烟扫了一圈 很快发现坐在班级最后一排的我 他眼睛微微弯了一点 露出一个浅笑 说好 放学记得等我 说好去你家的这句话 就像是一枚炸弹丢进湖里 激起千层了 柳如烟倒是好 说完也不等我拒绝 实实然走了 老三拼命摇晃我肩膀 你和柳如烟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啊 你说话呀 我连忙解释他 只是答应了我爸会给我补课 谁知道他说话就说一半 引人误会啊 可是老三几个一点不幸 眼神优越 好啊 怪不得今天精心打扮 还突然说要好好学习 原来是讨笑花欢心 就是 晚自习结束都九点了 回到家还补个屁的课 不都直接上床了吗 这下真完了 无论怎么解释 大家看我眼神都不对劲了 到了晚上 我想趁机溜走 却被柳如烟堵在停车场 我车链子坏了 你带我回家吧 我问他车在哪 我能修好 柳如烟神色有一瞬间的僵硬 直接走过来坐到我车后座 我累了 不想骑车来来往往的同学 故意放慢脚步 听得两眼放光 我从没想过 他居然会有这样一副赖皮模样 通常那是我惯用的伎俩 他一个女孩子 我总不能硬把他推下去 刚骑出几步 腰两侧就被一双手轻轻抓住 我浑身一个机灵 车头顿时拐出山路十八弯 差点撞到旁边护栏上 柳如烟 你在干嘛 身后传来一道无辜的轻笑 谁让你骑这么快 我怕被你甩下去啊 我再一次震惊了 他居然还会跟我开玩笑了 难道不应该是 说了你也不懂 懒得跟你解释以及我的事 你别管这些打发我的三件套话说吗 不仅如此 晚上他还真耐心给我补了一个小时刻 可惜我一个字没听进去 光顾着看他纤细白嫩的手指写来写去 以及那张开开合合的英红嘴唇 想到曾经无数次亲吻他的滋味 这具年轻的身体忍不住微微燥热起来 柳如烟咬了咬嘴唇 忍不住瞪了我一眼 看题目我脸上有答案不成 我脱口而出书哪有老婆好看啊 靠刚说完我就意识到不对劲 习惯真是难改啊 上辈子我趁补课的机会 也是这样成天嘴巴没正行 但那是柳如烟最讨厌的样子 经常闹得他气愤离开 我刚想道歉 却发现柳如烟的脸一点点泛红了 这一晚我辗转反侧 一会儿心动 一会儿又是柳如烟冷漠的样子 第二天带着两个大黑眼圈去了学校 午休时 我去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散心 却看到柳如烟和赵盛 站在盛开的紫藤花架下 如烟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在那一瞬间烟固了 是啊 我怎么忘记这一天了 告白的日子 虽然很快就被我引来 教导主任给抓了个现行 面对两个学霸 老师们虽然没有责罚 但也严防死守 生怕早恋导致两个尖子生毁了成绩 却给了我可乘之机 也导致柳如烟更加恨我 但是我那样做 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 赵盛是个人渣 在本校里装的人母狗样 在外校却勾搭了好几个女生 脚踏几条船 但是这一次 我转身就走 我不打算再去教老师 既然决定好不去打扰柳如烟的生活 她的选择 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大不了之后 偷偷把赵盛劈腿的证据暗中给她就是 对不起啊赵盛 我有喜欢的人了 是苏豪听到这句话 我差点以为自己唤听了 该不会重生什么的 是一场梦境吧 我猛地回头 发现柳如烟 依然背对着我 所以你别再来找我了 专心学习准备高考吧 赵盛满脸震惊 眼看柳如烟拒绝后 毫不留恋转身就要走 她连忙伸出手 拉住对方 我眯起眼 恨不得把那只脏手给剁了 如烟 你还在生我气是不是 赵盛回过神 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之前你爸爸出事 我 我不是故意避着你的 我也在想办法帮你啊 什么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上辈子我还真不知道 赵盛这小子这么闹呢 自己喜欢的女孩遇到麻烦了 她居然当缩头乌龟 柳如烟正开对方的手 露出白皙美丽的侧脸 只是那个脸色 冷得跟冰山一样 是吗 那你想了什么办法 赵盛连忙解释 说他找了家里人 本来想用点手段 把事情压下来的 他这话倒也不算吹牛 因为他爸是教育局领导 我们校长见了都得陪笑脸 见柳如烟不说话了 赵盛重新露出笑容 我知道你刚才说 喜欢苏豪 是故意气我的 你可是最讨厌那种 不学无术的笑罢了 我刚想迈出去的脚步 又收住了 呵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只是小情侣 闹便调的工具人啊 亏自己刚才还为那句 喜欢心跳漏了一拍 这犯件的毛病 真得好好改改 我从大理石回廊后面撤退 打算悄悄离开 苏豪 你是来找我的吧 一起回教学楼呀 身后响起轻快的脚步声 柳如烟跑过来 挽住我的手臂 不是 他脑袋后面长眼睛了 看到我惊讶的神色 柳如烟嘴角微翘 回头对着赵盛去冷下脸 我没和你开玩笑 请你以后别来打扰我了 说完他不顾两个男人的 错落惊讶 拉起我就跑了 快到教学楼时 他主动松开手 对着我眨了眨眼 放学记得等我 敢偷偷溜掉 我就找苏叔叔 苏阿姨告状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教室座位上的 感觉整个人晕晕乎乎 直到老三喊了我半天 才回过神 豪哥 下周运动会有篮球赛 咱们报名去啊 我刚想拒绝 转念一想 又答应了下来 对高三学生而言 运动会大多是随便参与一下 很多人都选择窝在教室里学习 但老三他们肯定是待不住 而我自从重生回来这几天 精神一直很紧绷 也是该合理放松发泄一下 再说从老爷爷变回青春洋溢的少年 我也早就手痒了 对于我们这几个差生的积极报名 班主任丝毫不意外 也懒得劝说 我新买了一套专业球服球鞋 摸了摸紧致的八块腹肌 心里相当满意 更巧的是 第一天淘汰赛我就和赵胜对上了 四周站满了看热闹的女学生 自动分成了两帮拉拉队 一队当然是给校园风云人物赵胜加油的 而另一队居然是我的后援队 老三笑得贼兮兮的 老大 你不知道现在有很多女同学喜欢你吗 我还真不知道 随手抛进一个三分球 引起一阵欢呼尖叫 靠 豪哥你别只顾着自己耍帅啊 给我们留点活路 我好笑得摇摇头 把球传给老三 没办法 上辈子那几十年 我连职业球员和奥运冠军都接触过不少 别说篮球 连马术高尔夫滑雪冲浪都玩得相当熟练 跟这帮十七八岁的矛头小子比赛 不用多认真都可以吊打他们了 场外又是一阵尖叫 赵胜也投进了一个球 冲我头来挑衅的目光 我掀起一脚擦了擦下巴汗 回忆冷笑 因此露出的腹肌惹来迷妹们或矜持或大胆的惊呼 视线中忽然闯进一个倩影 柳如烟就如他的名字一样 敷若烟之 白到发光 在人群里美得分外显眼 哇 柳如烟居然也会来看篮球赛 是啊 那些大学霸不应该在教室里发份刷题吗 你们真笨 肯定是为赵胜来加油助威的呀 他俩之前天天在一起 早就是男女朋友了吧 我冷眼听着大家的讨论 赵胜却笑着冲柳如烟挥挥手 似乎是坐视了别人的猜测 然而柳如烟看都没朝他看一眼 反而抬起手徐徐放在唇边 笑着冲我清脆喊道 苏豪 加油 你一定能拿冠军 篮球场瞬间陷入诡异的安静 你不是说柳如烟是赵胜女朋友吗 他怎么会给苏豪加油啊 嘻嘻 你们消息真不灵通啊 柳如烟这几天可是和苏豪同进同出 据说晚上都住在苏豪家呢 喂喂喂 这位同学 你可别瞎说啊 我耳朵间 听得一清二楚 柳如烟就站在说话人的附近 他却当没听见似的 丝毫不反驳 赵胜阴沉着脸 走到我面前 冠军 不好意思啊 我六岁就开始学篮球了 初中还差点被省篮球队招走 没答应是因为我学习太好 不可能走体育生的路 苏豪 你要是输给我 就离如烟远一点 最后这句话 他故意压低声音 贴着我耳朵威胁 笑话 虽然我本身也打算远离柳如烟 但绝不会是因为赵胜这种斯文败类 燃气战役后 我和赵胜都打得非常凶悍 他的确有点本事 但在我面前还不够看 眼看比分拉开了十分 赵胜有点急了 在一次抢断里 他假借传球 实际猛地把篮球朝我头部砸来 我来不及思考 条件反射用手臂挡开 篮球瞬间飞往场外 啊 的一声痛呼 柳如烟倒在了地上 我瞳孔一缩 下意识就想冲过去 赵胜却比我更快 跑到柳如烟身边蹲下 满脸紧张关心 是砸到脚了吗 别怕 我送你去医务室 我刚迈出几步的脚 慢慢停下 站在原地 看着柳如烟脚踝微微泛红肿起 我心疼得要命 可是 我不能再过去 我不要再过去了 还记得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 我做了一大桌丰盛的菜 柳如烟心情难得不错 说要切一盘水果 结果却划上了手指 我吓得魂不守舍 手足无措找点符和窗口贴 给柳如烟包扎时 他却悠悠叹了口气 我曾经想过 结婚后要相扶轿子 洗手做羹汤 谁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一瞬间 我整个人都僵硬地像块石头 我知道柳如烟爱学习 爱钻研科技 我从没想过 把他困在家里当家庭主妇 可我没想到 他竟然也曾有为了真爱初恋 甘愿奉献出自己的念头 这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吗 真是伤人啊 我一兴阑珊的 捡起反弹回来的篮球 语气不耐 招胜不打 就上替补球员 别耽误比赛这句话一出口 就连我的拉拉队女生 都投来谴责的目光 议论我怎么这样冷酷 柳如烟咬着唇 脸颊泛起两坨红云 虽然我明知道 他这是因为脚踝痛 不该有邪念 可这浮觉将清冷中 流露脆弱的样子 实在是太刺激人了 我相信在场所有男生 包括一些女生 都忍不住想保护他 可是柳如烟却朝我伸出手 语气含羞带怒 我脚都崴了 你还不背我去医务室吗 这可是你害我受伤的 你要对我负责到底 这下 全场男生的眼神 都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 看着柳如烟大友遗父 今天我不背他 他绝对不起来的样子 我又一次妥协了 他的性格我很清楚 有时候出奇的觉 真做得出来 后背压上一具 带着冷香的胶软身体 我顿时浑身不自在 按理说 老夫老妻了 还有啥没见过的 可是18岁的身体 他不同意啊 哎 再说以前 柳如烟就算在床上 也是一副冷冷淡淡的样子 我又知道 他嫁给我不情不愿 都不敢放开手脚 而他也总是借口 做实验来逃避 就连新婚燕耳的时候 一个月都见不到几次人 给我弄得可遭罪了 可是现在 柳如烟毫不避讳地 放松身体压在我背上 我紧绷的肌肉 明显能感受到 绵软的触感 这是另一种遭罪法 我走得差点飞起来 逃命一样 把人送进医务室 放到小床上 老师怎么不在 我去找人 我左右环视 打算跑路 苏豪 柳如烟大声叫住我 我都对你这么主动了 为什么你这么冷淡 我有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 我站在门口 没有马上冲出去 柳如烟 以前我那么喜欢你 讨好你 你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世界上的漂亮女人 多了去了 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只是突然不喜欢你了 就这样而已 你要是还有点尊严 就别再来缠着我 我只会觉得 你犯贱 觉得恶心 身后传来 轻轻的啜泣声 我肩膀一震 不敢回头看她 我怕自己又心软了 晚上 我骑着自行车回家 一个人 感觉有点冷清 明天是周日 我打算倒头睡大觉 什么都不去想 结果才早上八点 房门就被光光敲响 一开门 我妈的指尖 差点戳进我鼻孔里 死小子 你干了什么 对不起如烟的事情 孩子昨晚哭了一夜 说不想活了 要自杀 什么 我瞌睡虫猛地醒了 第一反应想冲出门 结果岳父一脸尴尬地 从沙发上起身 连忙阻止我们 没这么夸张 可如烟确实回家后 情绪低落 我们关心了两句 没想到这孩子 居然哭了岳父 服了服眼镜 原本心事问罪的态度 被我妈一搅获 好了不少 再加上他说以后 不会再来找你了 我们就猜 是不是俩孩子 闹了矛盾 我爸一口咬定 绝对是我的问题 这臭小子最会气人 肯定是他伤了如烟的心 我这就压臭小子 上你们家 给孩子磕头认错去 岳父连连摆手 显然有些吃不消 我爸妈不讲道理的霸道行为 知道柳如烟没出大事后 我恢复了冷静 爸妈 柳叔叔 我和柳如烟 只是因为学习上有矛盾 吵了一架 我不服他 不想让他给我服导了 就这样而已 三个大人显然不幸 我忍不住苦笑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只有我对柳如烟 死缠烂打的份 他根本懒得搭理我 我苏毫有什么本事 能伤柳如烟的心 你们太看得起我了 这是事实 邻里邻居谁不知道 最后 岳父略显尴尬地走了 门一关 我爸恨铁不成钢 儿子 你也太不爷们了 追女孩受挫几次 是很正常的 你老爸我当年追你妈的时候 还被你老爷拿扫把打出门呢 柳如烟就算给你几个白眼 那也是情趣 你就这么没敢放弃了 是不是还觉得脸面挂不住 对人家说了过分的话 我捏了捏鼻梁 觉得头有些疼 上辈子 柳如烟冷了我几十年 我每天陪笑脸 还不是失败的彻彻底底 我让他们别再操心了 眼下我只想好好学习 完成模拟考 接下来的一周 柳如烟果然没有再来找我 我偶尔和他在小区门口碰上两次 他的脚踝还没好 走路仍然有些不顺畅 看着他的背影 我的心情很复杂 我故意落后于他 哪怕慢得跟蜗牛爬一样 也不敢抄上去 直到目送他走进隔壁楼 我才转身大步回家 模拟考那天 我和柳如烟出现在一个教室 他就坐在我熟悉的左前方位置 为防止作弊 学校考试的分配是随机的 上辈子看到柳如烟离我这么近 我还说碰上幸运女神了 结果他冷冷回了句 那我就是遇上温神了 结果那次考试 他真的发挥失常 差到跌出了年纪前50 也因此失去了参加 最后一次数学竞赛的机会 更失去了保送Q大的名额 代替他去参赛的 我记得是当时考了年纪第一的赵生 我坐下 默默祈祷他这次能够正常发挥 两天紧张地考试后 模拟考成绩 加班加点统计了出来 班里瞬间炸开了锅 苏豪考进了年纪前100 我不是出现幻觉了吧 我去 他以前可是吊车尾啊 这一下进步大几百名 太牛逼了吧 之前柳如烟不是在给他补习吗 这都是大学霸的功劳吧 几个死党已经把我团团围住 鬼叫连连 我认真看了眼达错失分的地方 并没觉得多高兴 这成绩比我预计的还要差一些 看来接下去还要更努力才行 不能因为自己有几十年的积累 就自大了 唯一高兴的是 柳如烟又一次拿了全年纪第一 看样子他的竞赛资格应该是稳了 这时 老三纷纷火火从门口闯进来 好哥不好了 我刚路过办公室 听说有学生匿名举报 你和柳如烟作弊 我捏着试卷的手指猛然收紧 心中腾起怒火 说我也就算了 柳如烟一直都稳聚年纪前三 谁这么想不开举报他 老三脸色也不大好看 吞吞吐吐说道 他们说 是柳如烟帮助你作弊 你这次才能考这么好的成绩的 他们还说 你和柳如烟早恋 所以他才愿意帮你作弊 我一拳砸在书桌上 满脸英质 这幅样子 把老三几个都吓得不敢说话 下一秒 班主任出现在门口 脸色严肃 苏豪 拿上你的试卷 来办公室一趟 等我走进办公室 柳如烟已经在里面了 不止我们俩的班主任 主任们也都来了 我一道 就有个秃头男主任发了话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苏豪的成绩取消并记过 柳如烟的成绩可以保留 但是早恋加帮助他人作弊 也要记过 以及下周的竞赛 也要让这次考了第二的赵胜 踢补上柳如烟神色淡定 似乎一点也不慌乱震惊 但我却气愤不已 毫不客气地对回去 事情怎么就清楚了 是由哪位老师当场抓到柳如烟 帮我作弊了吗 还是谁派到我和柳如烟 抱在一起亲嘴了 无凭无据 我也可以说你们污蔑诽谤 这一刻 生意场积累了几十年的 上位者气质 猝然爆发出来 区区几个学校主任算什么 苏氏集团给学校捐的款和楼 校长副校长都得亲自来接待我 柳如烟微微侧过脸看着我 眼里终于流露出笑意 秃头主任被我震了一下 回神后恼羞成怒 反了反了 一个学生对老师这么大呼小叫 不懂礼貌 这里是学校 学校的风计就是我说了算 看你们没来演去这样子 还敢说没有早恋 其余老师连忙七嘴八舌 劝他消消气 更有人冲我识眼色 让我别火上浇油 我还想再辩解 却被柳如烟轻轻拉了一下袖口 以这几十年的默契 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次的污蔑 明显就是背后有人在捣鬼 明面上扯皮 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 哪怕是我当场重新做一套卷子 证明没有作弊 也有早恋这顶大帽子扣下来 所以说 这是背后 最主要还是冲着柳如烟来的 是为了竞赛名额 是为了保送Q大的名额 谁会因此得利 赵 圣 我紧紧咬着牙 压抑住冲到喉咙的怒应 在秃头主任 喋喋不休的跳脚怒斥声中 我扭头就出了办公室门 外面走廊围着不少偷听八卦的学生 焦头接耳 眼神古怪 我一眼就看到了赵圣 他围台下巴 一副胜利者的蔑视姿态 擦肩而过时 他来了剧 这就是他选你的代价 错误的决定 我冷笑 回了一句 别高兴得太早 夜路走多了 迟早会见鬼回到家 我直接打开电脑 入侵了赵圣家的网络 开玩笑 我虽然不是什么专业黑客 但也搞了几十年智能机器 更何况穿越回五十多年前 远程操控一下赵圣家的电子设备 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了 仔细想过之后 我心里有个一个大胆的猜测 赵圣虽然成绩也很不错 但不像柳如烟这么拔尖和稳定 好的时候能进前五 不行的时候三十名开外也会有 加上这次秃头主任这么安全码后 以及赵圣爸爸是教育局领导 我怀疑有人提前透提给他们 毕竟高考这种全国重大考试 万众瞩目 不可能姑息任何作弊行为 所以赵家才那么着急运作 把保送Q大的名额给赵圣弄下来 有了 看到屏幕里出现的聊天记录 和空白试卷照片 我脑子一转 快速下来的小病毒 这个病毒没什么大毛病 只是会导致电脑混乱 比如 发消息时随即把我打包好的证据群发出去 哈哈 我相信赵圣的爸爸坐到那个位置 总也有对手 接下去 不需要我费心 别人一定会牢牢把握这个好机会的 如我所料 短短两天 一切都翻天覆地了 赵家勾结兔头主任作弊的事情 别说在学校 就是在网上也炸开了锅 瞬间遭来了万众妥骂 高考 学子的公平是绝不容人侵犯的圣誉 赵圣灰溜溜退学了 一天都没敢出现在学校 秃头主任被公开处分 辞退处理 赵富更是被调查牵扯出巨大的利益来往关系 下半辈子估计都出不来了 因为这件事爆发得太及时迅速 柳如烟赶在学校车队出发前 顺利回归了参赛队伍 我犹豫了很久很久 最终还是去集合点停车场 见了柳如烟一面 我觉得我该放下他了 我已经和家里商量了 准备不走高考 直接出国 从此以后 他走他该走的路 我也要彻底告别过去 重新出发 苏豪 见到我 柳如烟明显露出惊喜神色 刚踏上大巴车门口的脚 收了回来 他的班主任狠狠皱了皱眉 点着手表说 两点要准时出发 没几分钟了 你们别耽误太久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幸运符 是我自己手工雕刻的 木牌中间雕空 加了一块圆形玻璃 里面装着一朵风干的紫藤花 送给你 希望你竞赛顺利 一举夺魁 也祝你从此以后 世世顺遂 开心快乐 柳如烟抿着嘴笑了 欢喜地把幸运符捧在手里 反复翻面 我一时有些恍惚 送了他那么多贵重礼物 他可没有一次 像现在这样开心珍惜 柳如烟小心翼翼 把护身符放进胸口的袋子里 撑了我一眼 你还是那么喜欢紫藤花 我失笑不已 我什么时候喜欢紫藤花了 是你喜欢 我才特意做的这个这下 换成柳如烟了 露出十分吃惊的样子 我 我从不喜欢紫藤花啊 不是你喜欢 才在家里院子 种了那么多吗 这是什么意思 我瞳孔地震 我家哪来的院子 也没有种紫藤花啊 不对 如果说是上辈子 我买别的别墅 那的确有 花架下还埋了他的骨灰盒呢 你你你 柳如烟你到底什么意思 他也被我的模样搞猛了 刚想解释 班主任凶神恶煞 出现在车门口 还不上车 所有同学都在等你一个了 柳如烟难得慌乱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 轻轻推了他一把 上去吧 竞赛要紧 柳如烟狠狠狠咬了一下嘴唇 飞奔上车前说了句 你等我比完赛回来 对了 谢谢你帮我拿回竞赛资格 透过玻璃窗 我看到班主任挨个朝学生们收取手机 直到大巴车消失在眼中 我才转身离开 虽然心里有不少疑惑 但我还是着手准备出国的流程 比如英语考证等等 三天的全国竞赛转瞬结束 比学生先回来的 是柳如烟拿了全国金奖的消息 我爸妈乐得似乎是他们闺女得奖一样 买了一大堆水果零食 非要说晚上去柳家贺喜 我不去晚上柳如烟就回来了 我可不想看到他 哎呀你个臭小子又犯什么神经病 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就是不去 直接回房间睡大觉 晚上九点 窗外楼下忽然传来一声怒吓 苏豪 你要还是个男人 就滚出来见我 我一个鲤鱼打挺翻下床 看到柳如烟站在楼下 他这一声怒吼 搞得附近人家瞬间亮起十几盏灯 我拉开窗户 柳如烟 你忘记我在医务室说过的话了吗 柳如烟肩膀一震 话里带上了哭腔 可是 是你主动来招惹我的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帮我解决招上 为什么要跑来送我幸运服 你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跑出国 一下冷一下热的 欺负我很好玩吗 说到最后 我看到他脸上都是泪水 我从没见过他哭成这样 在我心里 柳如烟就是女强人 工作遇到再大的困难挑战 他都面色不改 我慌了 死不承认自己帮他解决赵胜的事情 你还想骗我 你以为我没有入侵他们家网络吗 只不过比你迟了一步 你惯用的技术和病毒小把戏 我都熟悉得很 我顿时感觉被雷劈了一样 结合竞赛前他说的话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柳如烟和我一样 也是穿越回来的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更可以说明白了 我知道自己上辈子缠了他一辈子 困了他一辈子 他不开心 连死都想着赵胜在紫藤花下对他告白 可惜被我破坏了 这反而让对方成了他心底一辈子的白月光了吧 柳如烟听我说完 神情都呆滞了 你是不是笨蛋啊 我早就不喜欢他了好不好 柳如烟说他自己又不是傻的 虽然当时生气厌烦我 可在后来几年却慢慢知道了赵胜劈腿花心的事情 你以为那次我为什么会模拟考发挥失常 就是因为赵胜在考试前给我喝了一杯水 导致我思绪昏沉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 害我抢走我竞赛和保送名额的仇人 什么什么 这些事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他从没透露过一点 柳如烟微微垂眉 浓密的睫毛快速删了几下 我说要在紫藤花下 还不是因为你是在紫藤花下向我告白的吗 后来还兴冲冲中了一院子 你这个大促金 一辈子就记得赵胜告白那点破事了是吧 我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 确实 当年我告白 也是特意找了有紫藤花的公园 可我以为是他喜欢啊 还想着东施孝萍增加一点告白成功几率呢 原来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我们全都误会彼此了 可 可是那么多年 你对我都很冷淡 这下 柳如烟飞快抬头瞪了我一眼 只是眼神中不是厌恶 也不是气愤 而是说不出的羞恼 他没好气地说 冷淡 冷淡到我给你生两个孩子 咱俩也没少睡吧 这话说完 我隐约听到四周传来一道道吸气声 下个瞬间 岳父岳父和我爸妈从隔壁楼冲出来了 这次 一向温文尔雅岳父和气质端庄的岳母都形象大师 撸起袖子抄着戒齿 反而是我爸妈在后面拼命拉着他们 苏家的臭小子 你今天必须给我们说清楚 你们怎么就睡觉了 如烟怎么就给你生孩子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倒吸一口冷气 感觉自己完蛋了 然而视线一转 柳如烟却扑斥一笑 灵动俏皮地冲我吐了吐舌头 似乎在说你惹的祸 看你怎么解决 我也撑不住笑了 转身就冲下楼 再次狠狠拥有如烟在怀中 我终于觉得空虚的胸口被填满 那什么 老婆上辈子确实睡少了 这辈子继续呗 等这辈子走到尽头 我愿意和她一起长眠在紫藤花下 全文完 我愿意和她一起长眠在纫藤花下 我愿意和她一起长眠在纫藤花下 我愿意和她一起长眠在纫藤花下